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清明节的话 昨天按照中国的节期 在古时 它叫做寒时节 这个节日是从晋国 山西那一带发源出来的 那我再问你 如果今天是复活节 那前天是什么节呢 再前天呢 周四 是逾越节 对吧 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周四那天晚上的晚餐 对不对 是叫逾越节 所以你发现在这个日子之前的节日 它也有很多的相似性 比如说寒时节意思就是不可以生火 那么逾越节呢 是按照犹太人的过法是不可以发面 对吧 是无教评 但是其实仅仅是这一点点形似 它们的差异之处是更多而更大的 同样 清明节和复活节居然出现在的同一天 其实它的相似之处不过就是它是同一天 你要去分析它的意义 你会发现实在是近乎于截然相反 对吗 因为这个清明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死 对吧 最主要的是死 这是一个你必须去面对死亡的日子 所以在这一天人们都会去祭祖 会去扫墓 还有些人会上坟 会烧纸 是不是 也就是说即便你别的日子不在意 那么在这一个日子你是必须要去面对 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这个事实的 那么在上一个周一的时候 我们家的一个算是不远不近的一个亲戚 我妻子的表妹夫 表妹的丈夫 表妹因为酒降 自己喝了酒去开车 就撞在路边就去世了 然后我们是第一时间过去 整个从早到晚 也算是见证了处理这些事情 一些情况 不过呢 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 整个这一天当中 几乎他们所有的亲人都到了 也有些好友 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最让我惊讶的是 整整一天我所见到的他所有的亲朋好友 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 很不可思议对吗 包括他妻子 包括他父亲 我只看到他的妈妈 还有他妹妹 眼睛红红的 那可能暗地里哭过了 但是在人前绝对不哭 没有掉一滴的眼泪 所以是在这一个时候 我好像头一次的感觉到 面对死亡 世人好像在某个意义上 比我们更坚强似的 这个坚强当然是要打一个引号 他们当然是畏惧死亡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也会畏惧自己的畏惧 他们也会去对抗自己的这一种害怕 而他们对抗的方式 除了眼泪 更可能的是麻木 是一种麻木 警察呢 在他的座位下边 后来终于找到了他的手机 想要看一下最后的通话记录 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但是有一个锁平的密码 解不开 然后呢 就让他的妻子去解 他妻子也不知道 丈夫的手机密码是什么 但是后来想了想 给自己还在学校的 十岁的儿子打电话 打给老师 让老师把孩子叫过来接电话 他儿子可能总去玩爸爸的手机 所以知道这个解评密码 果然他是知道 那个密码是518518 我想这个应该是说 我要发 我要发这个谐音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表妹夫啊 他多年来一直是打工的 很少在家 也努力的在外边赚钱 你不能说他是 虽然不在家 但是也不好说是不够家 也挺拼命的去赚钱 也有一个想要发财的梦想 但一直是基本上 以做散工做零工为主 但他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非常在喝酒 而且喝了酒还要开车 这不是第一次了 从来也不听劝 直到这一次出了大事 抛下了自己的孤儿寡妇 抛下了年迈的父母 所以我想说 就是这一件事情也促使我思考 一方面人们不信的人 面对死亡是好像很麻木的 而且好像很不在意的 你知道吗 我说的不在意的意思就是 你说是不是正常 我们理性一点分析 你会知道喝了酒开车 是会很大概率 会出人命的 对吗 但是他好像不在意 他是不知道还是说 我认为这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甚至于是我死了又能怎么样 也无所谓 我分析不清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样做 但总之很多的世人 虽然我们自称是有信仰 我们盼望着复活和永生 但那些并没有如此盼望的世人 你看起来好像比我们更加 好像勇敢似的 更敢作死似的 对不对 很难让人理解 他为了发 他可以不顾一切 是不是喝了酒开车 他就想 因为我是要去干活 那我不能耽误这个时间 我喝酒是喝酒 但工作还是工作 因为工作也很重要 就是这种思路 它是会混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又想到 清明节除了说 他彰显出一个 我们必须面对死亡 这一层意义以外 其实他还透露着 另一层的意义 就是说 清明节这一个人 一定要面对死亡的时刻 如果你不信主 你立刻随之产生的念头 是既然肯定要死 你就应该怎样呢 及时行乐 就像咱们经上这样说的 保罗是不是也这样说 若死人不复活 意思就是说 人死就如灯灭 如果真是如此 我们就怎么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如果说人就是说 这样的意思 死后大家都一样 全都化成灰灰灰灭 那的确今天大吃二喝 喝了酒 想干什么干什么 及时行乐 是一种很理性的选择 实际上 所以在从古到今 清明节 人们虽然面对死亡 但除了这一天 甚至在这一天 人们也非常的忌讳谈死亡 而选择用别的方式掩盖住他 用一些及时行乐的方式掩盖住他 故此 清明节他的习俗 从来不只是祭祖和上坟 是不是 他还有别的一些个习俗的 虽然在今天很少见了 比如说是 这个春游 对吧 踏青 种树 放风筝 还有拔河 还有 中国古代你要知道 也会有一个化淡的习俗的 不光是习房 还有吃一种东西叫青团 对吧 这个都是从古到今 中国有的风俗 而且在很古老的 周人的礼记里边 还写着叫 种春之月 令慧男女 奔者不知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意思是在这一个日子 春天的日子 男女可以随便私奔 也和 不需要去禁止他 这个意思就是让人们及时行乐的 我们大家也肯定知道有一首唐诗 你一定会背的 叫做 清明嘛 是吧 清明时节雨 纷纷那一首 有人把它改编成一首词 其实你发现道理还是一样的 清明时节雨 纷纷纷纷 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木桐 瑶纸 新花村 意思还是一样的 他都看得出来 在这个清明的日子 阴雨连绵 行人各个魂不守舍 好像要断魂 那怎么面对这种凄凉 和想到死亡 要断魂的这种情况呢 他给出的解法是什么 喝酒 是不是 是不是喝酒啊 新花村指的是一个酒家嘛 对不对 就是古代的酒吧嘛 山西的酒吧嘛 对吧 新花村在山西 所以虽然漆冷 虽然断魂 虽然人都有一死 但反正又有一死 那怎么办呢 不如大家开怀畅饮吧 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 今朝醉吧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杜康不老师 杜牧的什么人 所以杜牧的诗 他毕竟他不是杜牧诗 是吧 他是杜牧的诗 他不可能明白 我们今日想要明白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保罗说的话 一模一样 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 对吧 这就是清明节的意义 而今年的清明节和复活节 是在同一天 这个其实确实值得注意 就如同我也多次提过的 很多人指出的也对 就是有人说 我们不应该过圣诞节 因为圣诞节和古罗马人的太阳神节 是同一天 对吧 什么密特拉节 因此不应该过 我一直在说 这种思路可不见得是正确的 因为古人初期的教会 就很聪明的 很有智慧的 特意放在这一天 把你罗马人最崇拜的一个神之一 这个节日 特意的用我们的这一个节日 把它替换掉 是吧 让他从此以后 人想到12月25号 旧式圣诞节 就不是什么异教的外邦的节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想说 实际上复活节的意义 也需要被更加的显明 而清明节的意义 也需要被反思 这是反清复明的最新意义 反思清明节 显明复活节 这叫反清复明 当然你如果想知道复活节的意义 你是应该先从之前的 逾越节说起 受难日说起 甚至应该从圣诞节说起 对吧 因为他直接的与一个人 是耶稣基督相关 耶稣倒成肉身 十架受难 死里复活 将来再来 我们现在说起这些的时候 就好像你在背一个顺口溜似的 因为特别熟悉了 对吧 我问你奥不奥妙 大家非常奥妙 唯不伟大 特别伟大 但其实正如同有一句话 叫做距离会产生美 那没有距离呢 就不美 也就是说 有时候一些事情 因为你过分的熟悉了 就会变成不走心 就会变成 实际上把神圣性解构掉 故此 你说就这一本圣经 就是这古旧的道理 古旧的福音 那为什么讲道人 天天要周周的站在讲台上 讲道呢 那就是因为 有时候一些陌生的表述 但仍然是古老的核心 这是一种刚需 这是一种神圣的刚需 是要用这种陌生感来提醒我们 那个古旧的事情 到底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 所以让我们换个方式来说 其实耶稣基督是 道成肉身 死在实际 这个绝对正确 这是真理 这是我们的教义 但其实他的这一生 你换一个角度 以外邦人的角度来看 他是不是就是标准的 不折不扣的 叫做生的卑微 死的耻辱 对吧 虽然是说天国君王 来头甚大 但是你就生在了一个牲口棚里 对吗 而且连个床都没有 在一个马草里面铺一点草 就对付了 耶稣基督是王 这叫落草为王 这多么古怪的一个画面 有没有想过 是吗 后来当然成年之后的耶稣 三十岁左右出来服侍 可以说作为一个先知 众人多以为他是个先知 以这个形象和身份 出现的耶稣 可以讲他生名确起 是吧 生育呢 远远超过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甚至超过了他之前的那一位 叫施洗约翰 但是他名声甚大以后 人们却发现 尤其那些非常恨他的 嫉妒他的人发现 这个先知 常常的愚不惊人死不休 他最喜欢讲的 让人受不了的一句话是 我是上帝 对吧 我是神 差不多在讲这种话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无法容忍 可以说就是以他们的角度来看 耶稣纯属叫做祸从口出 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杀身之祸 古时有很多人都经历过 咱中国有古代有一句话 说那些个有气节的 有范儿的这些人 这些世子世人 说世可杀 怎么不可辱 但是你却发现 主耶稣的受难 是标准的叫先被辱 后被杀 对吧 被打耳光 在脸上吐痰 催他一脸 拔掉他的胡子 拿荆棘编成冠冕 戴在头上 身上穿一个紫袍 的确袍子本身 好像是王的袍子 也不知道怎么弄过来 就劈到他的身上 但这个意思是 把他当猴耍的 对不对 你不是说你是王吗 看你这个德性 你还是王 来来来王 我们拜一下 你再戏弄他 后来遍体鳞伤 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赤身裸体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画 基本上还给保留一个遮羞布 实际上是没有那个东西 对吧 是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有的 就是挂在那个地方 羞辱到极点 而且那些罗马人的 外邦人的 犹太人中的那些 就是今日的所谓段子手 在下边还哈哈大笑 对不对 你下来 永能那你下来 你看看你还敢称自己是王 伟大的救主 你先救救你自己吧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受尽了侮辱 羞辱 嘲弄 然后才死去 所以可以说 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无论那是个什么人 就不要说王了 就平民老百姓 恐怕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像耶稣这样的 既受辱又受死 有侮辱比他更受的大的 但没有去死 也有受死的 不会受这些侮辱 因为人家想侮辱你 想亵渎你 是因为你自称你很高 对吗 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也没有人 有这个兴趣去侮辱你什么 你也没有什么可被侮辱的 因此只有他这一个人 是如此的把这两件事 结合在了一起 主耶稣的死亡 是这样的缓慢 而且痛苦 非常的不体面 极度的羞耻 考古学家曾经在 发掘出这么一个涂鸦 左边是那个石刻上的原本的涂鸦 右边是把它还原出来的样子 画了一个什么呢 十字架上有一个人长了个驴头 被钉死在那 这个涂鸦叫做亚历山门农涂鸦 因为下边的那些希腊文写的是 说这个人就是亚历山门农所拜的神 换言之 这个涂鸦就是当时的人在羞辱一位基督徒 你明白吧 他们在羞辱一位基督徒 讽刺一位基督徒 认为你们拜的神纯属一头蠢驴 我们的最荣耀的神 就是这样承受羞辱的 而我们承认这一点 我们的确是在拜 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位耻辱的和失败的神 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在今天 有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很感兴趣互教学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来回想 是因为我很爱面子 我又很能言善辩 所以我就想 这些个敢攻击我们基督教的 看我怎么骂人不带脏字了 把你损到底 是吧 我来保护我们的主 但其实后来我就想 如果是这个心态 可能不是特别的正确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点 你真的接受了 或者知道我们的主 确实在这个意义上 是一位受尽了耻辱的主吗 今日的网上 在西方流传 在中国也有一些人 好事的断着手跟着学 有人说你们基督教拜的神 我们都能发明出来一个 他跟一旁会飞的意大利面 是没有区别的 真的有人这样讲 说你们信的是叫飞天神面教 我刚信主的时候 听到这儿是非常怒不可遏的 就有战斗的欲望 甚至于是斗殴的欲望 对吧 但后来我又一想 哎呀 他其实比古时的这些灵魂画手 比十字架下的那些段子手 还是客气多了 甚至于作为一种 某种意义上的唯明论者 我相信 基督是可以任意选择 他所喜欢的方式来成为肉身的 比如说他在纳尼亚世界里边 就是可以成为一头狮子 对吧 或者在电影里边 会成为长江旗号 这没什么奇怪的 所以我想这种所谓的恶意羞辱 其实也羞辱不到我们 有人说 现在在美国在哪 敢去公开焚烧圣经的人 有的事 对吧 你们的神要存在的话 你来杀我 弄死我 有人就基督徒很愤怒悲哀的说 你看他敢焚烧古兰经吗 公开 的确他不敢 但是你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羞辱吗 我们的神的确和 那个不得羞辱 不得泄满的那位 所谓的真主 是不太一样的 你发现没有 我们所信的正是如此 你需要明白的是 如此巨大的羞辱 本来是我们该承受 但是他却替我们承受 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承受了这些羞辱和死亡 甚至为那些段子手和健康匣 承受了这些 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 主是完全无罪的 而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有时候承受一些羞辱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是一个复活节的主日 早晨我打开手机就看到一条留言 说你在圣州还什么 搞直播 你就是个畜生 你作为一个传道人 其实我想一想 我就回复他 我说谢谢你的提醒 的确我几个月前定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真的忘记了 这一周是复活节前的这一周 所以无论他这个话 你觉得过还是不过 他说你是个畜生 其实我们自己在某个意义上 可能连畜生还不如 因为我们就有过犯 有罪有欠 承受这羞辱是你应该的 但是主耶稣他完全无罪 他也被人说成是个畜生 对吗 而这本来是我们该受的 现在是他受 这是十字架所说的意思 所以从不信之人的角度来看 耶稣用今天的人的话说 那是个十足的叫loser 是吧 失败透顶 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 这就是外邦人 他既然是个不信之人 他势必会这样想 也因为他是不信之人 所以他就会这样想 他始终这样想 他也就不能信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一个神如果被羞辱 那就不能相信了 他的这一个前提未经检验 而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 被圣灵突破了之后 才信的这位主 所以外邦人说 你们基督教 你们的救主 你们基督徒 都是挺失败的 都承受羞辱 其实我不觉得奇怪 我稍微有点奇怪的是 最近我就听说 有一位也是自封为牧师的人 正义凛然的说 那个成都的胖子 说你看他都进去了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他都被抓了 还不能说明他就是有问题吗 那我就想说 那你看耶稣不但是进去了 他而且还挂了 如果你就是要以成败 论正义的话 那你就不要拜基督了 基督很失败的 其实对吧 这么喜欢强盛 这么喜欢胜利 喜欢战斗 那你去拜个斗战圣佛去吧 你或者拜个战狼也可以 对吧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教会 我们就拜这位耶稣 你认为耻辱的这位耶稣 无论如何 我们就是相信 他是大救星 远超过东方红 道虫肉身这一件事情 带给我们太多的启示 耶稣告诉我们 他是像上帝一样的 那么这句话反过来说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知道 上帝是像耶稣一样的 上帝不是像很多人理解那样 每天喊打喊杀 拿这个狙击枪 就看谁道德上违反了贱命 框一枪爆头 不是 上帝就像耶稣一样 他有公义 但他也有恩典 他爱我们 他不是一个独裁的暴君 他是一位雌人的救主 他不是把我们视为鱼肉 鱼肉百姓的那个鱼肉 而是视我们为鱼 得人如得鱼的鱼 起初的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 是用一个鱼的形状来代表我们的信仰 对吧 因为这几个希腊文的缩写 就是这几个 耶稣基督 上帝之子 救主 等等 这几个字的缩写 恰好是鱼 这个字 起初的基督徒 我现在想 他们的神学 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么全面深邃 以今天这些大人先生 这些宝学之士来看 这都叫野生改革宗 都是叫做土味基督徒 但他们只是在真挚的爱着耶稣 他可能不了解那么多东西 知识 对他们而言 耶稣是救命恩人 是这个意义的 我这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他 所以我一生为他活 是这个意义的 他们从来不是单纯的 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来认识耶稣的 同时他们又毫不犹豫的 就像新约的作者那样 用主这个字来称呼他 我们今天这个字说的太常见 太习惯了 其实这个不可小觑 因为那像摩西启示自己 是谁的那位神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这一个话翻译过来 后来就是用了那个 我们称为四字圣明 对吧 四个福音字母写出来 咱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耶和华 英文翻译成Lord 大写的主的那个字 那是专指上帝的 但是在新约当中 使徒们就直接用主这个字 来指代耶稣基督 这就是说他是上帝的意思 他们既爱他 把他当作这样鲜活的一位救命恩人 又是这样的尊崇他 知道他是主 是那位天上的神 他们爱他 他也爱他们 这本来该是基督这个信仰 最核心和朴素的真理 说了这么多 是说他死在石架上的羞辱和咒诅 但是今天毕竟是复活节 从羞辱到荣耀 从一个loser到一位救主 从卑微的囚犯到至高的上帝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 如果耶稣的这个故事 结束在星期五 那这个世界就会比北欧传说中 所谓诸神的黄昏更可怕 因为那就是彻底的绝望 比你中国人想象的那个绝望还绝望 如果故事是结束在星期六 那我们就还会跟犹太人一样 在一种心惊肉跳当中 我假装我很安息 我盼望那位救主什么时候来 但是感谢主 时间定在了星期天 定在了礼拜日 主是在这个日子复活了 从此这一个日子成了荣耀的日子 成了得胜的日子 成了一个欢呼的日子 成了敬拜的日子 它成了一切日子的日子 可以说复活改变了这个世界 改变了历史 改变了人心 它改变了我们许多的思维定视 就像一位作家所说 从此 你不能再说是春天的时候 复活节来了 就如同我们不能说 清明节的时候 正好今天还是复活节 而是在复活节的时候 春天来了 以后我们要说这一天是复活节 原来当年这个也是传统当中的清明节 撞上 你会这么来说话吗 像我们下意识的觉得 我们有一个肉身 我的肉身里边有个灵魂 你这样说就已经先以物质为第一性了 这其实就是唯物主义的毒汉 但是一个被复活影响到的人 他会就像路易斯一样的认为说 人是一个灵 这个灵是永恒的 只是在世的这几十年 他披上了一具皮囊 你的灵是第一性的 不是肉身 所以我说历史被重新的诠释 我们那古老的圣约 也被耶稣彻底的解释 更新成全 复活节的这个消息 朱复活了 这一件事情像什么呢 我最近读一本书 他打一个比方 他说的是二战时期 关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战俘 他说就好像那些战俘营中的囚犯 用他们私藏的那个短波收音机 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日本人被那种新型 超级猛的炸弹给打败了 原子案对吧 他们就知道自己胜利了 他们就欢呼起来了 其实他们还是囚犯 是吧 甚至于你有没有想过 穷凶极恶的敌人 说不定会气急败坏的 先把你们这些带头欢呼的杀了 对吗 但是他们仍然要欢呼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得拯救的日子要到了 我们听到主复活的日子 这个消息就像这样 他得胜了 他胜利了 在主复活之后 就连说什么叫规律 自然规律 规律这个词本身都被更新了 在他之前 犹太人倒是也知道人会复活 但他们普遍的认为 那只有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才会复活 你记得拉撒路的姐姐 马大和耶稣那番对话吗 对吧 他说我主啊 我知道到末世他必要复活 他知道复活 但是没有任何人曾经考虑过 都没有想象过 有一个人会在今生今世 就复活在你眼前 而且永远不死了 在那之前有人也复活过 但是又死了 对不对 拉撒路包括是 以利亚以利沙都复活过一些人 但是那复活的人又死了 只有这一位复活之后又不死了 这件事情是一个根本闻所未闻 难以想象的全新的事情 所以耶稣直接把什么叫做规律 什么叫做教义 什么叫做信仰 完全的给你扩充了 更新了 这件事情 的确 你如果按照传统的那个想法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不是我们难以接受 就连犹太人都难以接受 直到今天他都不接受 对吧 所以切斯特顿就说一句话 他说基督徒接受神迹 接受复活 是因为有证据 证据等一下我们也要提一些 但是不信的人否认神迹 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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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教条 否认 神迹 不允许他接受 他不管你的证据 如果有证据 他就说那个证据是假的 对吧 换一句话说 不信之人 他的脑子和他的心 他心里有一个教条系统 而这个系统是用旧皮带织成的 他这个旧皮带 被福音的新酒一旦灌进去 他就会涨破 他就会崩溃 他就会死机 他真的理解不了 所以说复活到底是个什么意义呢 你可以想象在中世界 在哥白尼之前 很多人说 宇宙的中心是地球嘛 对吧 星星绕着地球转 从哥白尼这些人之后 他说 其实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 大家绕着太阳转 这一件事情就非常深刻的改变了人 对于天空对于宇宙的理解 爱因斯坦搞出相对论来 告诉你 原来光线都会弯曲 引力质量特别大的时候 空间都会弯曲 这些事情实在是太颠覆人的想象了 本来以为已经搭建完毕 只剩一点边边角角的物理学大厦 被这个东西搞垮了 但是从此人们 从更高的角度 更真实的认识到了 上帝所造的世界深层的规律 量子力学 包括牛顿被群果砸到的那一刻 发现万有引力 都有过类似的意义 在人类的历史上 世界看起来没什么改变 但是当这种新的观念 一个新的事件解释出现的时候 世界改变了 人类改变了 我说的意思是 复活这件事 远远的比刚才说的这一些 更深刻和永远的改变了人类 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世界 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不是星期六 是礼拜日 是星期天 是叫主日敬拜 主的日子 主的日子的意思就是主复活的日子 对不对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你可以说以后的每一个主日 都是那个第一个复活节的延续 都是在持续的敬拜 和纪念第一个复活节 连我们整个敬拜的系统都被改变了 对吧 然后呢 主复活之后 还有一件什么改变了 历史的意义被改变了 被更新了 使徒们被耶稣的灵所改 告诉我们说 复活的耶稣是初熟的果子 我今天下楼 看到我家旁边那棵树 那个小绿芽冒出来了 它是阳光照的最充足的地方 被阴处的那些都还没有冒 就好像他是初熟的这棵树 是吧 要开始发芽的第一棵树 使徒们也是这样讲 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 他是第一个死里复活的 永远不死的 而我们所有人到了末期 众人都要按着次序复活 之后基督要得胜 得果 得荣耀 最后我们和他同在 一起做王 直到永远 这是历史的终结和意义 在复活之后 主耶稣的复活之后 历史的意义被更新了 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信仰的意义也被更新了 我们说信仰的这种范式转移了 这种规则转移了 整个旧约正如同我之前的一两年 一直在分享的生命纪一样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旧约你不妨概括为是一种生命体系 这种信仰对吧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 这个体系当中蕴含着对耶稣的盼望 和对实价的一个仰望 但是他总体看来是一个生命体系 也就是说上帝赐下律法 你要遵守律法 你遵守了会得福 不遵守会得咒诅 是基本这一个说话的系统 对吧 但是在复活节之后 第一个复活节之后 这个生命体系变成了基督体系 当然基督的体系不是废掉了律法 而是成全了律法 生命体系和基督的体系绝不是对立的 如同律法和福音 它不是对立的 它是一种预告和成全补足的关系 耶稣呢 在所谓的以马五思这个路上 讲述了这一种的转移 这两个门徒叫格留巴 还有一个谁 在复活节的那个日子 走在路上 耶稣就从他们旁边 像一个路人一样经过 他就没认出来 就问他们 你们谈论什么 这两个人脸带愁容 说 你还不知道这两天 耶路撒冷出什么大事了吗 什么事啊 他说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 他是个先知 他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行事为人都有大能 但是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把他借去 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 可是他们送来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这事都已经三天了 门徒这里在描述的是一种 巨大的矛盾和困惑和不紧 从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来说 他们认为这一位 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 但是他居然被告发 被举报 被扭送到公安机关 然后居然执行了死刑 他真的死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两件事 怎么会发生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呢 他不明白 对吧 他不明白这个中心 因为按照这个旧约的系统 似乎是好像遵守了律法 他就会被神祝福 祝福的人要不就是有大能 要么就是有很多钱财 要么就非常成功 要么就非常伟大 像大卫一样 是吧 像所罗门一样 结果耶稣的这个人生 前半部分 甚至于前十分之九的人生 都符合 怎么最后版捷布宝 给死了呢 这怎么回事呢 他不理解 于是 他们就接着就讲 再者 更让我们神奇的崩溃的是 今天早晨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让我们惊奇了 他们早晨到耶稣的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 回来居然告诉我们 说有天使显现 说那个耶稣活了 然后我们中的几个人 又往那去 大家知道就是彼得 约翰那些人 对吧 所遇见的这和妇女 所说的一样 只是没有看见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 先知所说的一句话 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 耶稣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然后基督在后边 开了第一个神学院的 一桶系统神学课 是吧 就把从摩西和众先知其 基因经上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这就叫做那个信仰的范式 转移更新成全了 中心是基督 摩西众先知所讲的那个事情的 众心都是基督 如果说曾经的这个信仰核心是律法 而现在我们这个更新了的完整的信仰 正如同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保罗所说的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和基础 就是复活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都是在这儿 不知道在忙活什么 在自欺欺人 基督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信的就是突然 我们还在罪里 我们仍然活在罪中 绝对的绝望 没有指望 而且我们还真就比世人更可怜 人家还知道吃吃喝喝吧 及时行乐吧 找一个信华村 咱们来个三五瓶吧 忘却那些烦恼吧 我们呢 每天谨小慎微 这个不敢做 那个不敢做 有那个心没那个胆 怕教会说 怕弟兄姊妹嫌弃 自己又是信二代 信三代 怕家人叨叨 活得好憋屈 这就叫做 在今生有指望 你比众人更可怜 真是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这一切如果是一个谎言 我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忙活什么呢 这么好的日子 不去春游 不去放个风筝 一群人坐在这里 憋得要死 喘不过气来 听一个人在这 唠唠叨叨说这些 这是干嘛的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然而我们却相信 他复活 我们怎么知道 复活了 刚才切特顿说 有证据吗 是吧 我说证据有很多种的 主复活之后 你发现信徒的生命被更新了 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 那个又卑鄙 又软弱 又很粗鲁的这个愚民 结果在复活的主面前 主三次的问他 你爱我吗 后来三次的吩咐他说 你牧羊我的羊 是不是 这么大的一个任务 这么重的担子 怎么能是这么样一个人承担的呢 同时期你说耶稣基督 你再找不着个人了吗 要不你早生个几十年 你上罗马上希腊 你去案例一下亚里士多德 多好呀 或者你到中国 你找找什么孔子孟子的 多好呀 那多有学问 多有影响力 振臂一呼 直接孔子信了你 三千门徒就跟着信了吗 多好呀 不但为什么用了这么个烂人呢 这人不堪一用啊 对吧 但是神奇的事就发生了 这个背叛主的彼得不背叛 这个软弱无比的彼得 刚强了 这个粗鲁无文的彼得 居然写了好多圣经 是吧 彼得前后属 这发生了什么呀 就好像说 你假如看一电视剧 你看到第五集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大恶棍出现 又卑鄙无耻 满口谎言 然后又是特别的污秽 又贪窝 又好色 又软弱 又背叛 又怎么样 然后你就 后来你出差 回来你过了几天 你看一看第25集了 这个人出现的形象 哇 光辉灿烂 很有能力 很有爱心 你就懵了 这发生了什么 我中间漏过了什么 到底是吧 我错过了什么 彼得的生命转变中间 你错过了什么 如果你漏掉了 耶稣的复活 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是耶稣的复活 让彼得变成了不再一样的人 同样 如果说彼得是这种无产阶级代表 是底层人民的代表 那扫罗 那可是一个宝靴之士 那可是文化人 对吧 知识分子 而且狂热 又刚硬 还挺狡诈 但这个扫罗 就在复活的主面前 变成了保罗 是吧 而且还领受了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命 这原来是个逼迫基督徒 最厉害的人 他现在要去传福音 让别人变成基督徒 这世界上还有比这个 更荒谬的事吗 这简直比继承委的干部 现在成了到处圈人家 生孩子的这种感觉一样 更可笑 对吧 但是这个保罗居然干成了 对吗 他真的做到了 即便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那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无他 唯独就是因为 他见到了复活的主 主复活的能力 在他身上运行了 这样的故事 也是所有的信徒的故事 有无数的信徒 可以来做见证说 我们的生命 都是被主的复活更新了 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他便叫我们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的 他又叫我们 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我们的生命 也是这样被改变的 即便没有像彼得 保罗那么彻底 那么明显巨大 但那个真实性是一样的 对吧 照我以前的脾气 你还敢损我 你不知道我是最 嘴损的人吗 我不怼死你 我把你挂出来 谅一谅你 我不人肉你 骂你全家 那我信主之前 就这么干的 不是说想这么干 但是复活之后的主 也使得他的门徒 被他所改变 他可能就会有一点 不太一样的操作出现了 甚至我说复活节 他让女性的地位 都得到更新了 有个好奇怪的点 今天的基督教 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 成了女权的仇敌了 是吧 被认为是压制女性的 一个事情 总讲什么妻子要顺服 是吧 但是其实基督教 从古到今 本来都是解放女性的 最大动物 就不说别的 在古罗马时期 耶稣基督这个时期 妇女的见证 在法庭上都是无效的证言 是不会被踩证的 但是你发现 四本福音书 一致的指出 谁先看到了 复活的耶稣呢 是妇女们 圣灵毫不理会 世俗的标准 你没认为女人的话不可信 我就告诉你 就是妇女的见证 它不但有效 而且比男人们的见证更早 对吧 妇女们比使徒更早的见证 和看到了耶稣 当然 我们说最大的一个意义的更新 还是因为 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死亡这件事 和生命的意义被更新了 因为在主复活之后 死亡 不再是一种最高的权势 就像经文所写 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就像你看一些传奇故事 或者一些神话传说 总有一种套路 他认为说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法宝 无论是叫做什么 什么浑圆圈了 什么紫金葫芦了 我认为这是最厉害的 能把你限制 能把你困住的东西 然后真的困住了 结果人家若欧歧视 从里边出来了 你就知道 你这个法宝没用了 对吧 你彻底的失败了 一样 我给撒旦最大的一个法宝 就是死亡 自称拿这个镰刀 是掌握死权的人 对吧 但是耶稣基督 好 我现在就让你弄死我 弄死了之后 我复活了 这就表明死不再做他的主 对吧 所以死被得胜吞命 这个预言 这个古老的预言 就这样应验了 于是保罗所唱的这一首诗 带着一种喜悦 带着一种神圣的得意 是吧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魔鬼撒旦 你到这儿再嘚瑟呀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你以为你是最终的赢家吗 我告诉你 不是你最大的法宝 被我们的主吻碎了 死亡的意义 这样的被更新了 而且到底死亡意味着什么呢 主耶稣跟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 我会死 我又会复活 升天 他说 我去是要给你们预备地方 对吧 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如果没有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意思就是说 死亡不再是说 结束 他最多是这一战结束了 他是下一战的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 死亡对我们而言 就是回家 就是回天家 就是归家 这就是成语 誓死如归的真正意义 而且我们也知道 死亡不再意味着那种阴阳两格 那种惨烈和恐怖 保罗说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就是说 我们就有一个盼望 我们那些在主里已经睡了的亲朋好友 知心爱人 在我们死亡的时候 在那个末日的时候 主会带他们来接我们 来见我们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回家 同样我们自己要死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绝望 因为知道 到了那日子 主会带我们来 见我们的后裔 我们之后 信主的人 几年前在咱们当中 我们大家亲爱的霍老师 他在去世之前 给我发这个短信 微信 这个对话呢 我经常会看一下 因为霍老师 他以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也经常 可能就又回美国了 是吧 然后过一阵又来了 然后又回美国了 只是最后这一次 我们谈话的这个样子 就好像在谈论 他去了另一个国家一样 所以对我而言 他现在是离开我们 暂时离开我们 去了天国 正如同他之前 也常常离开我们 去了美国 唯一的一点区别 小小的区别是 天国里不用微信 所以没法再这样的 跟美国的他互相发微信 但他仍然在知道着 我们的事情 我们只是暂时 不能沟通了 但是再过不多的时日 我们都会在天上 跟他见面 那个时候我们会一起来 回忆一下长春教会 回忆一下地球的往事 对吧 所以啊 在这个清明节 也是复活节 或者叫更是复活节的日子 最后我想说 三点的劝勉 第一点叫做不以为耻 文马书一章十六节 讲到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耻辱呢 如果你觉得耶稣就很丢人 就很耻辱 可别让我跟他有关系 这是一种情况 对吧 也有的时候是 耶稣很荣耀 但我做的太糟糕了 很耻辱 是吧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 无论是什么原因 经常的话总是不错 他说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 耶稣基督的确是曾经受过最大的耻辱 这是一个事实 但我们知道他复活了 他如今得了最大的荣耀 这更是事实 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我荣耀 而是他是我的荣耀 你要真是这样想 你就不再会被别人的看法左右 至少不准备他们的看法左右 你说我会不会因为耶稣的名而受辱呀 会不会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呀 我说你放心 如果你还不配 你就不会 因为那些为主的名受辱的人 都会像使徒一向甘心乐意欢喜的说 哇好荣幸啊 连我都居然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的 你如果如此的惧怕这件事 暂时你就不会有这么荣耀的冠冕夹给你 所以我想说 无论是在复活节 还是别的什么日子 你真的明白复活的主在你里面 已经改变了你吗 如果是 我们就理应不要怕别人那种异样的眼神和评价 你吃饭的时候该祷告就祷告 你管他周围有多少人 你该传福音就传福音 你不用管认不认识 你该邀请弟兄姊妹 流失的人回来 或者是不信的亲朋好友前来教会 不要怕被拒绝 你就做好准备他拒绝你七十个七次又如何呢 对吧 我告诉你秘诀就是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们 直到他们也不尴尬的那一天 你就得着了他们 这叫不以为耻 第二句话叫 不要烧纸 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是新人了 就不要再做回那旧人的样式了 经上记者说 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如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什么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一开始我说清明节的意义 他真的不会超越 死人埋葬死人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要再过清明节了 让复活节来取代清明节吧 可以纪念 但是不要纪念 可以默哀 不要屈膝 可以献花 不要烧纸 这是我们要切实的 用我们的新的信仰核心 来取代那旧的日子 可以做的 而复活节最大的意义是 我们从此可以不再怕死 复活会给人真生命 而真生命会诞生真勇气 从此 基督徒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如果有人威胁说我整死你 你完全可以说那正好 谢谢你 我终于可以吸了我一切的劳苦 他应该就蒙圈了 是吧 他如果按照标准操作 更加下道的威胁你 你不怕你老婆孩子也受苦吗 我希望 等我面对这个日子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希望主能加给我力量 让我可以笑着对他说 我不怕 因为我将来还会再见到他 我也希望在那能见到你 复活是会给人真信心的 真信心的标记就是他会有真的盼望 就像约伯说的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这是你的盼望吗 我看过一个国外弟兄写的自己的信主见证 他怎么信的主 就是有一次他坐飞机 突然遇到了严重的气流和闪电 颠簸了十几分钟 众人活命的指望就绝了 有人哭 有人口吐白沫 有人包括他 拿着个笔 拿着纸 艰难的写遗嘱 但是他突然发现一件事 他临座的一个老太太 面带微笑 好像这事跟他无关 他就忍不住停下了他写遗嘱的笔 就问老人家 为什么发笑 结果老太太就说 其实我这次是飞过去要看我的女儿 不过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就在那儿 另一个已经在天上 我刚才就是突然想到 一会儿我会先见到哪个女儿呢 就觉得很开心的样子 就笑了起来了 这个人就是那一刻信主的 因为他发现这些人 信耶稣的人 对于复活的盼望是真的呀 实际上这个老人家的见证呢 也差不多也是我家的见证 我自己也在常常坐飞机回家的时候 也总想 我这次是会先看到 加文 加林 加民呢 还是先会看到加和呢 我也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和我们的家 我们的教会 我们真的盼望这一位复活的主 以及我们自己的复活 所以愿我们众人从此都活在复活节当中 而不是清明节当中 活在复活的那种喜乐和盼望当中 而不是死在那种清明节的绝望和及时行乐当中 清明的意义必须被反思 复活的意义要被显明 也愿主怜悯我们 能够救我们和我们的亲朋好友 脱离清明节的咒诅 而得着这复活的福音 复活的祝福 让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也求你那复活的大能 真实运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啊 你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被改变 使我们从此不再怕死 但是我们也从此不是贪恋今生 主啊 使我们能够在这 你所命定我们还在世寄居的日子 就能够来做那你喜悦的事 是靠你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能力 主啊 求你那复活的大能和盼望 在我们的身上生发运行 主啊 求你能够来使我们众人被你的灵感动 我们竭力的来做成那得救的功夫 主啊 就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 不为各样的外在逼迫恐吓 也不被各样内部的教 内部的罪所伤害 使我们靠着你可以不断的前行 靠着你去不断的生长 主啊 愿你的名在这全地得荣耀 愿你的名被人都尊为圣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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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